刘备一生颠沛流离 直到公元214年夺取了成都 才算真正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年过半百的刘备多少有点 飘了 以致他犯下了三个错误 这三个错误险些让成都城中大乱 是刘备集团的霸业毁于一旦 刘备具零零先贤传 记载 刘备率领军队在围攻成都之际 曾和手下士兵约定说 成都攻陷后 城中的财物都是大家的 我不和你们抢 于是当时士兵大多放下兵器 冲入府库 尽情地拿取宝物 城中顿时一片混乱 据华阳国志 记载 建安十九年 先祖克署 署中丰富成乐 至九大会 小十三军 去署城中民金银班次将士 开起古博 华阳国志什么意思呢 就是刘备军队在攻克一周后 举办了一次进攻宴会 以靠上三军 其中诸葛亮 法政 张飞以及关羽等功臣 都得到了大量赏金 那这些金钱都哪里来的 一周的老百姓中搜刮 而来的 这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本来期盼着一位明君 没落到现在日子反而更苦了 据云别传记载 一周既定 十亿玉以成都中巫社 即城外原地桑田分次诸江 极有人向刘备建议 分封田地巫社给众位将士 具体是谁建议的不得而知 但这显然是愚蠢的做法 赵云赵云果断站出来劝阻说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如今国贼未除 天下还未平定 就开始尽情享受了吗 况且一周老百姓 已经遭受了数年战乱 迫切需要休养生息 还田地于民 方可得民信呀 最终 主公刘备听从了赵云的谏言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即使是刘备 在重大的胜利面前 也难免灰昏了头脑 致使一段时间内 成都城中极其混乱 但刘备很快就意识到了错误 并且积极改正 在诸葛亮 刘八等贤臣的治理下 很快稳定了局面 刘备才有了和曹操 孙权继续抗争的前提条件